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在进入财经的相关的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Gaza 在今天以哈战争中 加萨当地的主要的发展 首先整个联合国在当地 所有的志工 目前为止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任何一场 联合曾经参与的志工救援角色里头 单一战争里头的最高死亡人数 而他们才参与了一个月 像过去叙利亚还曾经参与过四年 这次参与了不过一个月 死亡的人数就这么高 你可以想象在加萨当地 其他平民的死亡状况 我在礼拜六的时候 也为大家做出报道 活下来的儿童 他看到的是没有头颅的很多尸体 他看到的妈妈是已经死了 没有手背的妈妈 有些孩童活着 在医院里头 他的腿和他之间 只连了一块皮 他一直哭喊 他一直嚎叫 但是没有麻醉要为他进行手术 这是现在加萨的状况 所以联合国很罕见的 所有的全部官员 每一个机构都发出声明 要求以色列停火 另外美国国会 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 他们表示 如果美国继续支持 以色列这种屠杀的话 他们将罢工 表态他们不支持 美国的做法 所以现在不是中东国家 也不是Muslim 是美国自己国内 也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 那整个嘎杂的战争 只有悲剧这两个字 是不足以形容 屠杀好像也不足以形容 对他们来说 什么叫做地狱 地狱就在人间 他的名字就叫做嘎杂 而美国在这件事情里头 最重要的立场是什么 美国反对 他最底线就是反对 强行把巴勒斯坦人 完全赶出嘎杂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以色列想要的 他把他们砍出 尤其是北嘎杂 因为他太靠近 以色列国土 尤其太靠近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以色列把他定为 他的首都全世界 不承认 美国总统川普的时代承认 台湾也不承认 台湾仍然把我们的代表处 设在特拉维夫 但全世界不承认是 耶路撒冷的原因是 这违反联合国 让以色列复国 1948年的时候的协议 耶路撒冷给予特殊地位 就是他仍然 也一部分属于巴勒斯坦人 也一部分属于以色列 所以他是一个特殊地位的 就是怎么可以 把它设为首都呢 所以以色列本身 根本没有国际法的观念 他只有相信一个事情 美国会支持我 然后我有一切的军事力量 那地面部队 我刚才谈到他的打法会非常残忍 他的打法是什么 不是进到隧道去打 他是看到一个入口 隧道入口 他就用最大的炸药 像火龙一样 直接把里头所有的人烧死 按照一些军事将领的说法 这个烧死的人 你不会找到他的尸体 他只会剩下骨灰 因为他的火力太强了 因为他的火力太强了 人到停火 这个宜军口中的战术性局部暂停 却没有替加萨带来丝毫喘息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周六以来的24小时内 加萨总共有四家医院 成了宜军空袭目标 大规模停电 也导致保温箱中三个新生婴儿 和至少四名伤患死亡 还有37个婴儿命在旦夕 平均每10分钟 就有一名孩童遇害 以军人否认包围 更强调没有攻击医院 仅证实 以色列确实正在与西法医院附近的 哈马斯武装分子作战 根据联合国核实过的资料 自以哈开战以来 包括加萨和约旦河西岸的医疗机构 共发生250多起袭击事件 加萨地带35间医院 迄今已有21家完全停止运作 当地18辆救护车也只剩7辆 勉强还能再运重伤患 不止医院本身已处在崩溃边缘 外科医生还必须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替伤患进行手术包刮截肢 但乙军说对哈马斯除恶误境 绝不能因为他们拿平民做人肉盾牌 就退缩手软 到底谁能阻止这场灾难 包括联合国及旗下的世卫组织 还有多个非政府救援组织都不断呼吁 以色列所谓的战术性局部暂停 对于缓解大屠杀根本毫无注意 半导电视还报道 已有三个人权组织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 控告以色列正对加萨进行种族灭绝 这星期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怒火 还从约旦首都安曼一路向外蔓延 迫时承受巨大国内压力的阿拉伯联盟 不得不在11号举行峰会 同声谴责以色列对加萨的侵略 57位各国领袖还要求立即停火 并拒绝让以色列把这场复仇战争定位为自卫战争 他们坚定的立场不只是针对以色列 还有后头支持的美国 美国外交官对当下中东局势无不感到忧心 因为这场由沙国王储所主办的峰会 不只公开点名美国力挺的以色列犯下战争罪 被美国多次点名 幕后操纵10月7号突袭的伊朗总统 也意外现身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还在演讲中批评 阿拉伯世界近期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举动 以招来越来越多的屠杀 甚至向来在外交上亲美 这回还负责人质斡旋的卡达 也批评国际社会未能制止 以色列在加萨的屠杀 他们说整个世界都在看 以色列这场藐视国际法 残忍无极限的战争还要持续多久 这个周末西班牙巴塞隆纳有大批力挺巴勒斯坦的群众 占据了车站大厅 英国首都伦敦也发起了连续第四场 号称近年来最大规模抗议活动之一的 亲巴勒斯坦大游行 而美国总统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家附近 还有数百人集结抗议 呼吁美国立刻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白宫迄今尚未做出任何回应 整整一个月 加萨惨况一透过身丽其境的画面 激发起全球反战怒火 虽然美国主流大学 包括哈佛 各大 宾州大学 还在试图压抑校园内的反游声音 禁止亲巴勒斯坦学生团体举行活动 但全球的不满情绪已遍地开花 不容更多无辜生命 在加萨成为复仇者炮火下的灰烬